如果有第二次人生,你有沒有想彌補的過錯呢? 大家好,我是春草,今天我為大家帶來一個遊戲叫做人生2周目Second Life 是一個由地獄攻防製作的戀愛冒險遊戲 應該可以這樣說吧? 遊戲故事主要講述玩家要適應一個叫做九條赤健一個高層身 又懂得寫program的角色 玩家將會從這個赤健的視點體驗她和她朋友老師同學之間的日常生活 其中玩家將會和這些不同的美少女相遇包括 青梅竹馬的百鳥梨眉 倫家妹是少女松井花音 中二病末期少女小林文繪 同班高靈致化谷慈咒 以及一個不良少女遠始遊己 由於現在遊戲還是處於公測的階段 我就不方便再透露更多的遊戲內容 如果未曾玩過這個遊戲的朋友 你們可以在這個說明欄下面進入這個遊戲的官方網站 免費下載和安裝遊戲 親自體驗一下遊戲再回來看這條影片 如果你經濟力許可的話 記得加入他們的PATCHON會員 或者用PayPal贊助 作為一種具體的支持和開發的原動力 現在成為PATCHON會員 還可以出現在成品遊戲的名借清單裡 你說值不值得呢? 接下來的影片部分 我就會為大家探討一下遊戲以外的隱藏內容 其中會涉及很多劇透內容 以及個人的分析 如果不希望影響遊戲體驗的朋友 請在倒數結束前 暫停觀看這條影片 不過你來到這裡 都遇到被人劇透了 是不是? 注意!本影片所使用的資料 只是參考這個人生二週末星人Live的公測版 以及一些官方人員已經公佈了的消息 所以絕大部分的影片內容 純屬是個人主觀的猜測和推理 並不代表遊戲成品的實際內容 就像平常的戀愛冒險遊戲一樣 遊戲開始 玩家就要代入一個自稱為九條赤劍的角色 玩家將會用赤劍的第一身試點 和其他角色進行日常的互動 就像一起聊天 上學、放學、吃飯、一起玩遊戲 就像一個普通的高中生一樣 本來我也覺得這個遊戲就是這麼簡單 直到我們知道了 完結畫面是有份AB的時候 在公測版裡 玩家只有兩次選項的機會 第一次是不良少女遊記 第二次是學霸的谷池咒 如果兩次玩家都選入B的選項的時候 就會中入這個完結畫面B的差分路線 明明什麼都沒有說到 但就令玩家無骨悚然 根據製作組在Facebook上發布的隱藏訊息 完結畫面某程度上是反映著 角色在故事中的結局和下場 為什麼我一直強調是完結畫面B 而不是結局B呢? 正確來說 完結畫面和結局是不同的存在 公測版我們無論如何 路線A還是路線B都是同一個結局 如果我們沒有猜錯的話 這個應該是尼未的Ending 1的結局 而完結果的時候 借護家的畫面是不同的 我們可以在對外攻防的Patreon網上 找到以下的流程不同 遊戲一周目 固定的結局包括 混繪Ending 1 Crew Back Ending 就Ending 1 Crew Back Ending 遊記Ending 1 非一周目限定而又可以選擇的結局包括 尼未Ending 1 花音Ending 1和Ending 2 串聯完結畫面B的定格畫面 我們不難發現 製作組所說的 完結畫面見到的角色結局下場就是指 當你進入某個角色結局的時候 其他角色的結局和下場是怎樣 文繪就由己陣亡 尼未花音就生還 即是說文繪Banding會死 就Banding會死 尼未Ending 1 不是Banding都會死 然後尼未Ending 1 花音Ending 1 或者2 都會生還 因為這就是一周目固定的結局 說到一周目 就令我想起這個遊戲的標題 人生二周目 究竟流程圖所指的一周目 是不是存在於人生二周目裡面呢? 這個點就留給大家知道 假如不存在一周目的話 即是說完結畫面B的定格畫面 並不是遊戲原先的設計 究竟甚麼原因令到玩家眼前閃過這個畫面呢? 說了那麼久 我們終於可以進入這個核心的部分了 就是我們應該怎樣去理解 人生二周目這款遊戲呢? 究竟它背後隱藏了甚麼? 又是知道有沒有隱藏的訊息在裡面呢? 讓我們一步一步來分析一下 首先是世界觀 又是裡面經常提示的玩家 這個遊戲世界裡面 是用日語來做規範的語言的 例如角色的姓氏 都是日本常見的姓氏 手機上面會顯示一些羅馬的拼音 中二病 小林文潰自稱為摩耶 所以我們需要用日語或羅馬拼音 來理解劇情和理解所代表的角色是誰 在這個公測版結束畫面之後 我們將會有6.66%的機會率觸發這個特殊畫面 在我之前的一段影片裡面 都是提及這個畫面的 究竟影片中的角色是哪一個呢? 當我們找到Death End影片的位置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旁邊會有一份古怪名的檔案 或者轉換成英文 就應該叫做 Are you cute at Yuki? 即是你是不是害死了遊記? 注意 不是你是不是殺了遊記 因為是Are you cute? 不是Have you cute? 我們用NotePad加加打開這個古怪名的檔案 縮小它 就發現這個就是6.66%觸發的特殊畫面 也就是說在Extra裡面第四頁第四張CG 可以肯定今次死的就是遊記 為什麼是遊記? 就等我們回到流程圖那裡 遊記是唯一一個提及世界線概念的角色 所以這個遊戲確確實實是有不同的世界線 假如之後發佈遊記 Ending 1,Ending 2,Ending 3會死的話 即是說一定會必然有一條世界線是遊記死了 要不然也不會構成以上這個畫面 順帶一提 遊記是一個唯一 沒有給這個Back Ending的角色 如果不同世界線成立的話 也就是說這個遊戲裡面 存在著一個角色是可以跨這個世界的可能 也就是說可以是由另一條世界線讀取資訊 然後改變當下這條世界線 感覺好像在重現另一個人生一樣 或者應該這樣說 基本上任何的角色都有貫通不同世界線的可能性 不過如果現在我們目前資訊來看 可以串連不同角色世界線的角色只有一個 沒錯 就是我一直不敢說是主角的玩家代表 九條赤剑 又或者赤剑 本身就是構成這個人生二周目遊戲的神 Kami 所以其他角色都按照赤剑的劇本行走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其他角色會知道赤剑的心聲 以下是製作組在2020年10月11日在Facebook上發佈的內容 在故事裡面佔一定程度地位的角色都擁有自己的立繪 然而目前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還未登場 但是他不一定在其他角色線會遇到他 不過好像是有些線索可以找到他 這個特別用口括著的女性他 如無意外就是指這個他可能是女 也可能不算是女 我就大膽問大家一句 你們有沒有見過赤剑的立繪? 沒有 即使是遊戲官方網站都沒有相關角色圖 也沒有關於赤剑的角色設定 但在遊戲裡面有出現過小角色圖示的 就是赤剑網遊的代表角色 但也不算是立繪 在另一個不知名的文檔裡 這個文檔名字可以假作成Lord Children 又或者解碼是否成了斜號K 在裡面我們會找到一個遊戲裡面沒有出現過的名字 Cue Joe Fumica 或者我們暫時稱之為九條腐尾香 先不論是誰懷想了這個腐尾香 你們是否覺得這個九條腐尾香就是九條赤剑? 會不會就是腐尾香在扮演九條赤剑 然後讓大家體驗人生意之目呢? 這是第一種可能性 而第二種可能性 赤剑就是腐尾香的父親 因為赤剑會編程 在某一條世界線現實中的赤剑 偏射了人生意之目這個程式 為了彌補一些他人生犯過的錯誤 人生意之目這個程式本體就是腐尾香 也就是赤剑的女兒 在遊戲裡面安排著赤剑和其他女角色進行互動 被從這個新的世界線走向新的人生結局 我們來逐一分析這兩種可能性 先講講第一種可能性 九條赤尾香就是九條赤剑的論點 讓我們一起回想赤剑和其他女角色之間的互動 先排除劇情中說明赤剑自身是男性的特性 根據這個文繪摩耶自己的描述 有一定程度的艷南症摩耶 並不討厭接近赤剑 那是否可以成為赤剑外表即使是男 內在仍然是女的佐證呢? 另一個線索 女角色尼微經常稱呼赤剑做赤讚 而赤讚阿卡讚 在日文裡面是解釋為嬰兒的意思 尼微經常稱呼赤剑做寶寶 她的兒子 我們可以嘗試將人生二周目和阿卡讚 輸入於Google搜尋的話 我們會發現首相結果 通常會是日本流傳一些嬰兒 好像轉身者有大人的智力和舉動 好像在進行第二次人生 也就是說 你未知赤剑是進行人生二周目的嬰兒 回望亂馬文黨的彩蛋 再想想哪一個生了這個赤尾香 再回望這個遊戲官方網站的隱藏訊息 尼微對你而言我是什麼 只是她的代替品嗎 或者尼微在設定上面 就是代表赤尾香的母親的代替品 甚至製作組在推廣片 都直呼尼微為母親 媽 也都解釋了為什麼她有赤剑家裡的鑰匙 所以赤剑只是當尼微是家人 而不是戀人 赤剑也不會對其他類性角色抱有戀愛的情感 是因為赤尾香本身就沒有情感 她一出生只是一個情色 名字就叫做人生二周目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赤剑赤尾香 懂得編情的原因 因為她自己就是一個情色 而遊戲之中的翡紅色的場面 那把迷之聲音 解釋就是赤剑自己腦海裡自問自答 因為迷之聲音自稱為神卡米 可能就是赤剑她自己 也就是赤尾香 以上就是第一種可能性的推論 接下來我們討論第二種可能性的論點 赤剑就是赤尾香 括弧人生二周目的父親或者作者 赤剑在設定上是一個編情緣 所以符合技術要求 可以編射到人生二周目這個遊戲程式 而且赤尾香的姓氏同樣都是九條 所以合理推論不到赤剑和赤尾香 至少一定都是血緣關係 但是說實話 如果要指出赤尾香等於人生二周目這個程式 的話 目前還欠缺證據 所以這就是單純一種可能性 劇情入面 每當赤剑失去了知覺的時候 在偶爾中的畫面會變得匪紅色 也有迷之聲音和赤剑對話 但這裡 這部分是不可以用全檔獨檔的遊戲功能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並不是遊戲一部分 而是赤剑和遊戲本體的直接對話 也就是和赤尾香對話 如果問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對話的情況 是因為遊戲程式本身出現錯誤 赤尾香直接介入赤剑這條世界線上 赤剑會用他 而赤剑也會稱呼符尾香 因為程式本身並沒有男女之分 至於為什麼迷之聲音就是符尾香 因為赤剑明顯 這個迷之聲音是陌生而有似曾相識的聲音 證明這兩個人是認識的 另一方面 在公方形容有一個特殊角色 是用庫號他 即庫號女性他 而赤剑也用庫號他 來稱呼這把聲音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 共通點是庫號他 就是同一把聲音 即是說謎之聲音 我會認為就是符尾香 不知道大家怎樣看呢 假設謎之聲音就是符尾香 這樣說 符尾香安排赤剑和其他女角色互動 都不為過 畢竟是他要求赤剑要做出選擇 也叫赤剑不要令女角們失望 在網絡的隱藏訊息裡 符尾香就直接這樣說 你在這裡做什麼 你不應該在這裡出現 你不屬於這個地方 留在這裡都不會找到什麼秘密 只有絕望 不是感覺不到快樂的 而是這種感覺 是單純的絕望 直到死去 你覺得自己有選擇權嗎 但你選擇的實際上是有限的 你只是在被選擇的擺佈裡 符尾香還加密限制其他女角的心底話 那番心底話 感覺就好像在表達眼前這位女角色是虛構的 而背後 是實實在在有另一個真人在後面 在另一方面 這個心底話的簡密次數究竟又代表了什麼呢 相信不是第幾條世界線 就是跟她的真結局有關係 不過這部分目前的證據都是未夠的 所以我們有待考察吧 以上就是第二種可能性的推論 當然還有第三種可能性 就是符尾香入侵了人生二周目這個程式裡面 但如果這樣的話 目前都還不知道符尾香有什麼目的 是單純的學了劇 是不是想引導赤健進入其他的真結局 又或者 她只不過單純想默殺了其他女角色 不得而知 等大家等完整版的時候 再一起討論一下 最後讓我們猜測一下 這個隱藏故事的走向 以下是用第二種可能性為前提來推論 如果最後赤健沒有走向正確的路線 即是沒有走向一個會製造人生二周目的結局 存在在這個遊戲裡面的虛構角色都會死 因為沒有了人生二周目也不會有虛構角色 但為什麼會製造人生二周目呢 不是就因為有些想彌補的過錯嗎 想到來到 我想最大的契機可能就是由己的死亡 甚至用其他角色的性命可能都可以 虛構的女角色為了自保 於是用盡各方面討好玩家 很想玩家選自己的路線 以後無殺其他女角色的存在 迫使這個赤健重來人生二周目 令到所有的角色都可以續命 如果要拯救所有角色的性命 赤健就必須一次有一次承受一周目所犯下的過錯 用選擇來殺死攻略路線以外的角色 因為內疚、愧疚、後悔 然後製造人生二周目 令到所有角色都活過來 又再一次又一次地選擇 一次又一次地重來 赤健永遠無法走出這個人生二周目的掘頭刊 永遠徘徊在那天的5月30日那天 直到玩家絕望地選擇放棄了遊戲 又或者赤健絕望到死去 不過以上內容純粹是FF 如果大家覺得有興趣 敬請期待人生二周目的正式版 是不是有同學? 喂!說了那麼多話 聽了那麼久的故事 不打算也不是不給個LIKE吧 如果你覺得這個故事多有趣 記得輸入給朋友看 再不然你可以留言告訴我 哪些位說錯了 發表你的意見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再見 拜拜 嗯?哪一段片有些古怪在裡面呢? 等等,你是誰來的? 我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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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想說 我會想說